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造成了大概700萬人左右的一個死亡 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不加強陰害防治的工作 到了2031年的時候 或許全世界一整年下來 可能會有800萬人會死陰害的相關疾病 所以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全世界各國都在開始注意 正視我們的戒嚴、反嚴的一個這個部分 然後企業在全球也是成年人死亡的最主要的主因 但是呢更危險、更麻煩的是 我們還發現現在雖然成年人的吸菸的比率 開始不斷慢慢在升高 但是我們更發現說呢 吸菸的年齡層其實不斷的在下降 也就是說除了成年人有吸菸習慣以外 我們開始慢慢在這兩、三年發現 其實連國橋的同學都有吸菸的習慣 所以現在目前在我們學校 只有以我現在目前所知的 7、8、9年級都有吸菸的人口 所以如果說呢 你是在18歲以前你就有吸菸習慣了 你要稍微的留意 就是說呢 今天如果你在18歲以前就有吸菸習慣 你的平均年齡 基本上會比一般不吸菸的民眾 會少掉20%或15%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很奇怪說 奇怪 我阿公也抽菸啊 他怎麼可以活那麼久 不是說這個越早吸菸那個 掛掉的時間越早嗎 他怎麼沒有60歲40歲就掛掉了 注意一下 這個是因為我們現在 這個是因為我們現在的醫療水準越來越高 所以說呢 我們才會啊 就是讓我們的這個平均餘命的年齡 開始不斷的往後面 但是如果呢 你的這個吸菸習慣沒有改變的話 它就是會影響你的生活 影響你的壽命 這個是必然的結果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稍微去做個了解 好 那但是呢 這邊我注意一下 青少年為什麼要吸菸呢 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第一個原因 最常見的 叫做滿足好奇心 所有幾乎絕大多數的青少年 接觸菸品 接觸電子菸 絕大多數都是為了滿足好奇心 那接下來 也有可能他是為了表現成熟獨立 就是想說啊 我是大人 所以呢 我要跟大人一樣 超越了習慣 我是大人 所以呢 或者是呢 他有可能是獲得友誼 也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怎樣 用煙來交朋友 啊 你迷失煙啊 兩個好兄弟 這樣子 好 啊 或者說呢 有一些人他是為了表現叛逆的現象 跟別人做不一樣的事 吸引不空 好不好 啊 或者是說呢 有的時候會面對挫折 或者是面對壓力 有些人會用吸引的方式來去解決 嗯 那或者是呢 排除無聊的時間 哦 行貴格寮啊 這邊有的時候 這個無聊時的消遣 這個也是啊 就是那個 有些人會去吸引的一個原因 來 然後下面這兩個 來注意一下 這兩個 第一個 家人吸引 重大的原因之一 那注意一下哦 家人吸引為什麼會對你有影響 第一個 家人吸引的時候 他會給你的 會給你一個印象 叫做說 因為爸媽也吸 所以說我吸 沒有關係 哎 再來 第二個印象是什麼 第二個印象是說呢 家人吸引的時候 爸媽吸引 他們牌子哦 不會一天換一個品牌 他們牌子都是幾乎一模一樣 每天都買同一個牌子 哦 所以說呢 他每天都買同一個牌子的相片的時候 那個相片天盒上面不是都有logo 不是都有名稱嗎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些logo跟名稱 他每天放在桌子上 對你來說 他其實就是一種什麼 其實就是一種 廣告 哦 所以說呢 這個廣告 日清月壘 哇 過了十年二十年 等到你成年之後 哇 這十年二十年之間 你每天都在看同一個品牌的香菸 等到你今天滿二十歲以後 或者是你今天真的有想到吸菸的行為發生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走到便利商店 或者是走到賣菸的場所 你想都不會想 你就會去挑你爸媽買過的那個品牌的錢 哦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哦 有的時候 爸媽買的菸品的部分 其實對你來說 也是一種廣告喜愛 下面一個原因 是這個 零用錢太多 好不好 這個也是滿神奇特別的 好不好 然後呢 這個零用錢太多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 根據我們的一個這個國內的調查 我們發現說呢 青少年的這個零用錢 就是國高中稱 零用錢 如果說一個月 一個月的零用錢 超過三千五百塊到四千塊以上的話 這樣子的人 有百分之三十人 會優先去接觸業務 那所以現在官員上有人 一個月的零用錢 上做四千塊以上嗎 沒有嗎 沒有嗎 我調查青年級裡面 至少有超過十個人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 有人說 這個零用錢太多 有可能是哦 就是讓你呢 各有啊 這個就是餘裕 可以呢 去接觸便利 這個是原因之一 好 來啊 所以說這邊 但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說 雖然在國高中稱這一塊 有一些人 他真的有CN的習慣 但是其實呢 絕大多數的國高中稱 其實都沒有CN的一個行為發生 所以說呢 今天假設 你這個沒有CN的行為 你保持住之後 你當然就要防止別人來危害 你呢 不想要去CN的一個權益 啊 所以說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所謂二手煙 三手煙的一個危害 好不好 啊 所以說呢 今天呢 注意一下呢 在二手煙危害這一塊 來 請你先翻到課本的第八頁 翻到課本的第八頁 好 來 然後二手煙的危害這一塊的話 請你稍微留意一下 首先呢 第一個二手煙的部分呢 它是由兩種煙品的 兩種啊 這個是煙煙所組合而成的 第一種煙的話呢 它叫做主流煙煙 第二種煙的話呢 叫做側流煙煙 那主流煙是什麼 主流煙是呢 指說呢 今天我們吸煙者 他把煙吸進去之後 再吐出來的煙 這個我們叫主流煙煙 那側流煙的部分 它指的是香煙點燃之後 它自行冒出來的煙 這個我們叫做側流煙 好不好 那當初說呢 二手煙的部分 你要注意一下 側流煙 它佔了我們總二手煙 比例的85% 也就是說 香煙自己冒出來的煙量 其實比吸煙者 吸進去的煙量 還要來得多 然後再來第二個 主流煙的部分 則是佔了15% 但是呢 注意一下哦 主流煙跟側流煙 兩個比較起來 誰的危害性比較大 注意一下 是側流煙的危害性比較大 為什麼側流煙 危害性的 因為燃燃 完全燃燃 所以說呢 因為主流煙的部分 比如說 吸煙者 他們在吸煙的時候 那個煙筒 不是會變得很紅很紅嗎 對不對 為什麼煙筒變得很紅 因為那個時候氧氣大量的通過 它燃燒的地方 所以這樣子的高溫 會先把這個主流煙當中的有害物質 燃燒殆盡一部分 所以說 可是呢 側流煙 它是自己冒出來了 所以說 它有沒有經歷過 那個溫度很高很高的那個時段 沒有 所以說 這個時候 側流煙 因為不完全的燃燒 所以造成了 側流煙的毒性是比較強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 所以說呢 簡單來說 這個二手煙裡面 其實側流煙 毒性比較強 而且它佔了85% 所以簡單來說 今天你在吸煙者旁邊 你站在吸煙者旁邊 你受到的危害 其實不會比吸煙者來的少 這樣可以理解我們意思嗎 那所以說呢 這個就是二手煙的一個危害 好了 來 然後接下來的話 注意一下 看到我們課本的第九頁 來課本的第九頁 好 除了這個二手煙的危害以外 還有另外一種煙品的危害 叫做三手煙 那三手煙的部分的話 看到課本第九頁的第一行 課本第九頁 第一行 好 課本第九頁第一頁 它所寫的叫做煙熄滅之後 殘留於環境當中的有毒為例 來 請你把這句話給它畫下來 好 這個就是三手煙的 好不好 畫下來就對了 好 畫下來以後呢 請你確定一件事情 三手煙的有毒為例 它是無所不在的 它可能會黏在你身上 黏在你頭髮上 黏在你課本上 黏在你的 鉗筆上黏在你的眼睛上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所以說呢 家裡面常常有爸媽 有一個很好笑的習慣 什麼習慣呢 就是有一些吸煙的爸媽 有吸煙習慣的爸媽 他們很喜歡在哪裡抽煙 不是廁所 也不是廁所 他們喜歡在廚房抽煙 喜歡在廚房的哪裡抽煙 抽 抽 抽 所以他們會打開什麼 打開排油煙機 然後呢 開始抽煙 然後呢 把煙塗到什麼 把塗到排油煙機 然後排油機把它抽出去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它如果能靠著這個排油煙機 把這個煙抽出去 請問一下 三手煙也就是煙的有毒煙力 經過了排油煙機之後 這個三手煙的有毒煙力 會不會留在排油煙機裡面 會啊 所以說 下次等到你爸抽完煙 或你媽抽完煙 哇 下次 煮飯的時候 排油煙機一打開 有毒煙力就掉到哪裡去了 就掉到你的飯菜裡面去了 這樣可以聽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所以說呢 這樣子三手煙的有毒煙力 它就是很容易啊 來侵入我們的生活啊 所以說呢 陰害的部分就是有這樣子的 這個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一手煙的危害 第二個二手煙的危害 第三個還有三手煙的危害 所以呢 這個危害幾乎是無所可詐 這樣子 OK哦 好 所以說呢 今天呢 如果我們想要拒絕二手煙的危害的話 今天真的有人呢 侵犯到我們呢 不洗二手煙的權力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檢舉的專線來去檢舉它 啊 所以呢 請各位看到課本的第十三頁 課本的第十三頁 十三哦 好 來啊 十三頁右手邊有一個QA中學堂 QA中學堂裡面呢 就有一支呢 檢舉的電話 叫做0800-531-531 來這邊把0800-531-531把專線 好 啊 如果這個電話太長 記不起來怎麼辦 電話太長記不起來怎麼辦 寄王子 啊 寄王子哦 這個也太難了吧 對不對 還可以怎麼辦 還可以 除了這個電話以外 我還可以向誰檢舉 110 110 對 打得好 好不好 只要是法制單位都可以接受你的檢舉 啊 所以說 今天 六樓的租五 好 來 兩台抽菸 結果你五樓 你家住五樓 啊 結果菸會從六樓飄下來 飄進你家 可不可以檢舉 可不可以檢舉 這個可不可以檢舉 這個可以哦 嘿 那所以哦 隨時隨地 保護自己的權益 好 然後 那所以說 下面的話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呢 菸品的部分 可能對於身體的危害 那首先呢 第一個 這是肺部的危害 這個之前我們就看過了 因為我們知道 肺部的這個部分 很容易受到 菸膠油的這個累積 所以呢 肺可能會呈現黑色體的狀態 然後呢 在第二個 足以下 之前我們講的 底骨丁 它會造成我們的細部 血管出現收縮的狀態 所以說呢 它會引發心血管疾病的產生 但是呢 根據研究 甚至啊 有相關的研究顯示說呢 CN也會導致心臟病 中風 腦年痴呆 癌症 肺部疾病 性功能障礙 骨骼系統的障礙 或者是消化性貴癌 甲瘡腺疾病 這些 熱心這些 或者是呢 你有可能出現 腦化速度加快的前行 甚至是呢 有些人 遲到癌的風險增加 甚至還有 陰莖癌的產生 那陰莖癌是什麼 就是 癌細胞長在哪裡 陰莖癌 所以 癌細胞 面對癌細胞 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割掉 就是要割掉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今天如果真的有 一個性 哪一個產生 哇 這個 每個男生都很害怕哦 因為你的 生殖器官有可能會 面臨需要 切掉一小部分的狀態 是不是這樣 好 好 來啊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 甚至有人出現 極細細細梗塞 節肢 或者是孕婦 出現DNA 那個 好不好 出現 DNA 受損的現象 這些都是 淹汗的相關疾病 所以說呢 就很多的科學家 把淹汗的相關疾病 把它全部 取消出來 總共 當然有這些 然後進去的部分 你看一下 男性 有可能有性功能障礙 養吻 對不對 或者是女生 可能會有月薪失調 或者是 乎孕的狀態 所以呢 把這些疾病 全部統統列出來之後呢 我們的科學家 把這些疾病的病臟 症狀 全部拍成圖片 然後合成在同一個人身上 然後最後這個人 這樣 好不好 所以說呢 今天當然不會所有的症狀 通通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 但是呢 你只要有吸煙的習慣 這些症狀就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呢 這個是各位一定要切記的 所以他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淹汗的部分 他的危害絕對是全身性的 而不是單一針對某一個系統 可以這樣子好不好 來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呢 接下來 另外一個 我們要介紹到的東西 也就是那 新的煙商的新五星 首先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第一項 這個加熱式煙品 第二項這個電子煙 來啊 然後呢 接下來 看一下 注意一個 第一個 加熱式煙品是什麼 加熱式煙品的話 注意一下 第一個 這個你看到銀色這一台 這個就是加熱器 啊 但是呢 光有這個加熱器 還不夠 他還要一包 紙捲煙 所以呢 你還是要買一包紙捲煙 然後把裡面的紙捲煙呢 放到這個加熱器裡面 讓這個加熱器去加熱煙草 這個時候你才可以抽這個煙 啊 所以說簡單來說 這個銀色的這台加熱器 其實就是一台什麼 就是一台打火機啦 只是這台打火機有沒有火 沒有 它只有加熱功能而已 這樣 所以說呢 如果把紙捲煙跟加熱煙 比較起來 這兩個東西有沒有差異 其實沒有差啊 所以簡單來說 這台銀色就是一個 另類打火機這樣 好不好 這樣OK嗎 好 所以這是第一種 加熱式煙品 好 然後第二種 電子煙的部分 來注意一下 電子煙最重要的構造 就是一定要有這個電池 一定要有電池 好不好 然後呢 再來第二個 最重要的構造 一定要有這個 霧化裝飾 好 再來第三個 注意一下 第三個 一定要有的 就是霧化裝飾旁邊 一定要有這個煙液 或者是煙蛋放在旁邊 這個時候 它才可以把這個煙液呢 轉換成氣體去讓你吸 所以說呢 這個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電子煙的構造 它就是把這個煙液的部分 轉換成氣體 讓你去吸到你的肺裡面 好不好 所以說呢 但是呢 你要注意一下哦 現在市面上 就是呢 只要不是立案在台北市 現在市面上 很多網路上可以看到電子煙在販售 但是呢 這個電子煙 它會不會寫電子煙 不會 它都會寫什麼 XX吸食器 那 比如說 維糖麵吸吸食器 還是什麼 葡萄吸食器 哦 常常寫這種東西 哦 所以說 你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簡單來說 跟你講 葡萄吸食器 就是代表這個電子煙吸起來 是什麼口味 葡萄 就是葡萄口味的啊 這樣子可以聽懂嗎 哦 所以說 簡單來說 這個電子煙裡面 它的煙液 煙油裡面 就是含有葡萄的香精在裡面 這樣子好不好 哦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網路上的YouTuber 網路上的YouTuber 很常跟你講說 哎 跟你講說 電子煙吸起來 比較 危害沒那麼大 但是為什麼 危害沒那麼大 因為它會取兩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 電子煙有沒有交流 沒有 幾乎趨近於0 哦 再來第二個 電子煙有沒有尼古丁 有沒有 沒有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人 沒有人 好像有人比較沒有概念 來注意一下 電子煙裡面你覺得有尼古丁的舉手 那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九十七十二三十四十七十八 好 那怎麼這樣 你覺得沒有尼古丁的舉手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再重來看一下 還注意一下 現在目前市面上網路上 你可以買到電子煙 理論上應該不可以有尼古丁 理論上不可以有尼古丁 好 切記哦 為什麼 因為尼古丁它是管制藥品 所以說你要販賣含有尼古丁的商品的話 第一個 你要有什麼 你要有所謂的藥師資訟 所以說呢 現在網路上販賣的這個電子煙的部分 理論上不會有尼古丁的這個成分的煙油放在裡面 好不好 啊 但是呢 這個時候民眾的就會跟人家 啊 所以你看嘛 電子煙裡面沒有我們的這個 沒有我們的這個就是 交 沒有交流 也沒有尼古丁耶 所以它抽起來對健康不會有影響 那所以大家趕快來吸電子煙 但是呢 你要注入一下電子煙真正的危害在哪裡 注入一下 我的真正的危害在於煙液的部分 我常常跟喜歡抽電子煙的人講 想一下 自己想一下 想像一下 哇 我常常跟人喜歡抽電子煙的人說 我這個人很特別 我很喜歡一種東西 這種東西叫做 綠油精 嘿 啊 但是呢 我今天可不可以把綠油精 灌到前面的煙衣裡面 我今天就來吸這一款整罐綠油精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它是液開的啊 對不對 可以吸啊 為什麼不行 對不對 啊 所以呢 我就常跟人講說 哎 啊 你媽在老上在噴的那一罐香水 嗯 啊 你可不可以把你媽的那一罐香水 灌到我們的煙液裡面 哇 我今天就抽那一整罐香水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哎 因為它也是液體啊 對不對 啊 所以說呢 自己想一下 啊 如果我把 如果我把整罐綠油精 灌到我的肺裡面 請問一下我的肺會不會受傷 會不會 百分之百 會啊 對不對 啊 我把整罐香水灌到我的肺裡面 會不會受傷 廢話 一定會啊 啊 好啦 啊 有人就說 啊 我灌水可不可以 我灌水可不可以 我前面液液 我不要 我不要淹油液 我不要其他的香氣 想一下哦 哦 我灌水可不可以抽 可以啊 對不對 它就把水灌成煙霧讓你抽嘛 對不對 啊 所以換成水之後 哎 想一下哦 啊 我把一杯水 這樣子一小杯水 很抱歉 抽到我肺裡面 請問一下 肺不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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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啊 如果你的肺不會因子受影響的話 你就跟魚一樣在水裡面 不用嗎 親子油就可以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好像沒有錯 對啊 因為你吸水進去 對你沒影響 那你不就是魚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你想一下 今天管你是 管你是 毫無 毫無任何添加物的水也好 今天或者是 有其他香菌添加進來的也好 只要它是硬體 它就可以變成氣壞的東西 讓你吸進去嘛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東西 吸到你肺裡面 都會對你的肺造成健康影響嗎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啊 所以說呢 這個電子炎的Q會很注意一下 很多的Youtuber都跟你講說 哇 這裡面沒有凝固釘哦 沒有煙膠油哦 所以你吸這個不會怎麼樣哦 你可以盡可能來嘗試看看 但是實際上的重工 才不是這樣 好不好 所以說呢 你要特別留意一下 每次哦 比如說你今天真的 有人要讓你吸電子炎 哇 來抽一口來抽一口 你就想一下 注意我跟你 就想一下 我跟你講 那一罐濾油精 有沒有 濾油精抽整罐的 抽到你肺裡面 你覺得肺會不會受傷 百分之百一定會啊 那是可以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不好 所以說哦 這個就是電子炎 危害的地方 就是長這樣 好不好 然後所以呢 但是哦 電子炎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危害 國外呢 有一些啊 相關的危害最常見的就是啊 爆炸的這個部分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呢 也曾經有呢 17歲的青少年 然後因為呢 抽這個電子炎 突然肺部吸水了 然後呢 腹氣衰竭的現象 那甚至是呢 台灣有人啊 使用含有尼姆丁成分的電子炎 來去做戒煙的一個這個行動 結果反而導致自己的肺活量少三種 那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實力報道 抽他跟nim из馬ய 再掀tir一把 押注第二 спас 事後 proves ところ也是一萬在純粹 武必領上言 所揭 Coldplay 調整一關 小船 就可以知道 我們當TEROC 首長大 不只後 他們 都 四十二 四十二 兄 должны 我們 方 困難 五十二 transportation 過 上 交換 lear 而它也是 以致水滴 再加密封番 你尊贴 你会在级细的标签 你会在那里 但是又没记得 它可是你会不能在这儿 对于尊质 那里的尊贼 Badudia 也不怕 贺师 不要 雖然加上不滿的是現在居然還有電子法交錯目標 主要依稀少年 共同部長於就更刻意一點情況 警告嚴重提判 暫時以來 公共主要與到電子聯繫成為 並為共同安全與健康的 無理性假的 好 那今天我們剛看到電子報 那個就是新聞報導的部分 他其實就是在講 相關的這個電子聯繫的一個 這個爆炸的意外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不只是爆炸意外而已 電子聯繫會引發非常多 這個身體相關疾病的產生 那所以他的危害 其實跟直卷炎比較起來 只有有貨質而無負擬 好不好 所以說呢 不管是哪一種煙 不管是哪一種煙 基本上 他的都是危害性大於低促的 所以最好最好的方式 當然就是不要去接觸任何相關的煙品 不管是直卷炎也好 還是加熱煙也好 還是電子煙也好 這些都不是你現在這個年紀 應該去結束的東西 為了你自己的健康照 好 那所以說呢 針對這個就是煙品的部分 這個電子煙的部分 我們當然就要有一些相關的處理措施 所以說呢 現在呢 我們政府呢 也開始呢 做一些煙害防治法的修正 所以今年2022 我們有做了第二次的煙害防治法的修正 而煙害防治法修正裡面最重要的 如果今年通過這個煙害防治法修正條例的話 好從明年開始我們國內就會全面禁止電子煙 所以說呢 這個部分是目前我們做出的最重大片核 那 考在 全國法規之前的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在今年的3月27號已經實施了新興煙瓶管治條例 這個新興煙瓶管治條例很明確的直接禁止兩種東西 第一個禁止電子煙 第二個禁止加熱煙 好不好 所以說呢 這個台北市政府呢 現在目前在台北市 也是沒有辦法買到加熱煙跟電子煙這兩種東西 好不好 好 那然後呢 明年如果說煙害防治法新的修正條例有通過的話 還會加禁止一個東西 加什麼 加禁止 還會加禁止這個加熱煙的部分 我們的煙商 它基本上在煙河上 我們的政府有規定就是一定要放這個禁煙標語 然後呢 如果今年煙害防治修正條例有通過的話 這個禁煙標語以後呢 在煙河上面它必須要佔大部分的核面積 也就是這個禁煙標語要怎樣 要放大 OK嗎 好 所以說呢 注意一下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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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再次的提醒各位 基本上 不管是哪一種煙瓶 管你是直卷煙也好 加味煙也好 加熱煙也好 電子煙也好 沒有任何一種煙瓶 對你的身體是有幫助的 所以說呢 面對這樣子 毫無益處的東西 面對這樣子毫無益處的東西 最好的方法 當然就是 全面的拒絕它 全面的禁止它 這個就是最好的方法 保護自己健康最好的方法 好 來 所以說呢 對啦 做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就是活動的響應 所以我這邊要出 最後一個 你們的作業原理 最後一個 你們的作業是 正想 叫做 設計 天品 建議報告 然後呢 這個建圖的部分的話 這個作業 我會放在你們的 classroom上 然後呢 這個作業的話呢 它會收到學期末 會收到學期末 所以不用急著做 等你想好之後 你再做 但是呢 你做好之後 就是呢 我會放一個空間 讓你上傳到 你的classroom裡面 或者是你用信箱直接寄給我也可以 最後呢 我就會挑幾個 設計呢 就是比較有這個 就是 新鮮感的 或者是說呢 它的一個這個 界限地下 非常名裂 而且強烈的 我會把這幾個呢 就是 挑選出來之後呢 再額外 用個時間 拉出來介紹給各位 這樣子 好不好 那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最後的一個 這個 就是電子作業 就是設計自己的基因 這樣子 好不好 好